10倍 國外都有很多研究 包括我們公園內 有一個到英國那邊去考察去研究 那個都不曉得 要建廠成本的多少倍 但是這一些 我們 在原來 核能電廠在做可行性研究報告的時候 它提播的核能後端營運基金 只有一毛多 根本不到建廠成本的十分之一 本來要它好幾倍的 它可以用不到十分之一 不到二十分之一 這樣去算 那將來真正要讓它除疫的時候 這個成本才會算進 但是那個時候 它就絕對又要給你漲電價 告訴你 那現在 因為它用這會計成本 好說這個便宜 所以它就拼命去用核能發電 但是這裡面冒了很大的風險 而這個風險 又沒有任何保險 它又不用支付保險費 全世界也沒有一家保險公司會給核電廠做保險 因為它如果一出了事 像日本福島核災 那個損失多少 這個你給它算電費 把它算進去 一度會多少的成本 但是 它現在發電 就是冒那一種風險 你們知道嗎 因為它運轉超過二十五年 其實當時 當時核電廠在設計的時候 它設計的運轉 年限 其實是以三十年去計算 我的了解 以三十年 而且是用容量因素 當時是低百分之七十 這樣去算的 但是它實際運轉 現在 都已經超過三十年的話 然後它實際的運轉 的容量因素 他們號稱要創紀錄喔 像核二廠成績連續運轉五百多天喔 這個都已經超過百分之百的容量因素喔 所以平均它用到百分之九十幾的容量因素 那你再算算看 如果你這樣去換算 它實際已經運轉超過四十年了 所以那個燃料棒 才已經堆滿了 沒有辦法 所以它現在又要 把這個用戶燃料棒 再送到華國去 再處理 又花一筆錢 這個成本也沒有算進去 老師謝謝 所以老師去拿 說它成本低 所以用這個東西來發電 這個都是欺騙社會嘛 對不對 很多風險隱藏在裡面 它都不會告訴你 等它一旦發生問題了 那個時候遭殃的是誰 誰來負責 政府 政府負責 也是你的何方拿出來的錢 它會賺出來鞠躬道歉 所以我覺得 台電不要老是說 何能便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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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應一下 就是說 福島核災之後 我們曾經在立場院修法 希望說我們的保險費沒有上限 但是被我覺得 就通不過 所以我們到現在 保的保費還是一點點 而且不要以為說你分得到 因為那個保險只保 核電廠的這些設備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那李鴻元當部長的時候 曾經親口 還沒有當部長的時候 曾經親口告訴我說 日本政府是像他們的核電廠公司保 國家又保 所以他們蠢絲慘重 但是還稍微存得住 然後國外的保險公司 有一次來台灣 遇到他還跟他講說 你們的政府好放心 什麼險都沒保 怎麼有這樣的狀況這樣 我跟大家做的 謝謝 謝謝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來 謝謝 公民電廠 我們的公民電廠 特別是我非常關心的達魯馬克 達魯馬克其實 因為他是一個社區 一個部落 其實蠻集中的 他們也沒有興趣說 要把電排出去 只有他們自己本身在用 所以我比較關心的是 在這樣子的一個case 裡面 那排電可以怎麼樣 就是我看了半天 這個發電不成問題 就是說大家 大家真的要發電的話 技術不是問題 對不對 那錢的話 大概也可以獲得住 因為他們本來就要服免費 那這個費用拿過來 他們自己等於是自己發電自己用 這樣子 或者是我們再加一點其他的費用 他們基本上是可以想辦法能源自主 那能源自主裡面 當然唯一會碰到的問題 當然一定在於他們的電網 他這裡 地區裡面的電網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需不需要透過台電來允許說 你們地區自己不可以用這個電網 要我們決定來用這個 我來試著解釋一下電業法 雖然現在這個也不是我管不過 我還清楚 這個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剛所謂的自用事實說 比如說你有一個屋頂 你自己發一個太陽光電板 或發一個什麼發電子 會再加屋頂 然後你的電就自己用掉 那那個是不違反電業法的規定 但是現在有一個狀況是 可能是說說 在某一家設一個量足以 讓很多戶一到用的一個電廠 那同時要給很多戶用的話 這個涉及到說 我剛才說的那個電業法的那個限制 就是說 這個區域的整個 就是這個區域整個的那個受電的權利 現在是在開店這邊 那所以這個部分就涉及到電業法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要先去處理才有可能 那所以現在一般大部分的方式 如果說所謂的現在的公務店 大部分的方式就是說 他把生產店就直接買給台電 然後他再跟台電買電 這個是財務流上是這樣子 我們說財務流 但是實際上電流是怎麼樣 實際電流就是流下去以後 就在local就把他們標 因為電流是不會分的 因為哪邊需要電 電就往那邊去處 那實際的狀況就是當地就用掉 但是在財務的狀況上面是 他就變成說他把電賣給台電 台電會付他一筆錢 然後勒 那個他跟台電在買電的時候勒 他要付給台電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台電給他的就是他自己生產的電流 其實是這樣 因為電力流是從物理上的邏輯是說 哪邊需要電力潮流就會往那邊流動 那所以物理上的現象是實際上 他是用他自己的電 但是在財務流的狀況之下 或是在法規的制度上面 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 那個你就是要跟台電買電 然後你要把你吃台電買電 大概是這樣 好 來 如果幫我聽這個問題的話 那這是什麼道理啊 這部落的人民跟太北市人民不一樣嗎 為什麼他們天災的時候他們沒有電 而台電就是因為這個電網的問題 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 也就是如果風災他們必須要有一個禮拜沒有電 如果假設是這樣 然後他們必須在這個問題 如果按照剛剛這個專委講的那個問題 天災外面的那個心路段的時候 他們 所以不會有問題 不是 我現在的問題是說 你現在在那個那個 還要有 這是一個特殊的Eric 對不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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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在他們的社區裡頭 對不對 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 他們必須要產電以後 他們必須還要先賣給台電 然後 他現在是說名義上行 因為我們現在電業法 問題出在電業法沒有修 所以你在法律上不能夠說 我用我自己的電 或者是說我電不賣給你台電 現在出在電業法沒有修 所以你法律上要假裝說 我有賣給台電 但是事實上 你用的就是你自己的電 你的電賣給台電 台電就是用你的電給你這樣子 這樣 現在目前狀況是 這個對不起 這個真的是法 就 委員說沒有錯 這個就是法律上 現行的法制架構上 產生的結果就是這樣 那如果 我們社員其實買了 就是每一戶的太陽 每一戶上面的太陽 能都是每一個人的分 的錢都有在裡面 等於是我 但也是我股份之一 我不能夠 可是我只裝在隔壁裡加護頂 然後我不能夠 又拉過來嗎 現在的狀況是不行 但是 我跟這位先進報告下 現在在那個莫拉克風災的大愛村 它有一種叫陽光社區 它是 縣市政府輔導的 它一口氣就設了很多戶 每戶上面都有 那它就是 它有一套系統 那就是 我們會補助這種類似 它在推廣設置這種 陽光社區的一些 比如說行政的費用 或陷入的補助費 但是設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 你家的屋頂要設自己的 但是電力流是說 到時候真的流了 它發出來 它要怎麼流 那個是誰需要電 就會流到那邊去 但是它基本上 它的線路都是先賣給台電 然後再透過台電線路給它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那個狀況可能是變說 要集資變成另外一家電力公司 那是另外一種商業模式 它不賣 它自用是不是 社區裡面用不是自用 所謂safe use 是說 我是法人 或者是自然人 自己用 成立法人 法人的話是公司的 不頂財客 合作社 現在合作社全台灣合作社 這要問台電 這個台電 好像合作社的部分現在只有 澎湖有幾個小島有 但是那個電力權的部分 好像要跟台電談 因為那個電力權還是台電 正好有講到那個澎湖 澎湖有幾個小離島 我了解是這樣的 就是說 那個 他們是有成立那個合作社 那我們台電是 因為我們台電就 本來我們是有供電衣物嘛 但是因為他們自己成立合作社 所以我們台電一般 我們台電還捐一些 每年捐一些錢 給他們去處理 然後這個如果 需要一些技術上的協助 我們的驅逐也會去服務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也算是 台電也會盡一些 就是照顧偏鄉的那個 一些民眾的一個 這個義務的一個社會責任 我想這部分是 目前是這個 所以我們那個 原住民部落也可以補照辦 特別是像我們現在已經有 德倫瑪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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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真的要做 這合作社的部分 我們不是很清楚 他在在 在那個法律上的一個 一個行為這樣 因為那個地方是 我們可以供電的 台電是可以去供電的 他們現在這裡也是可以供電的 對 台電可以供電 那我講的是說 台電在那邊供電有困難 或是太遠 就是太遠 我們供電有困難 所以我們 現在在澎湖是用 他們是用合作社自己來處理 但是我們台電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沒有去負擔他的供電義務 所以我們自己 有捐助義務 不能請他們 這樣 是我們台電的負擔 就是應該是我們業務處 業務處 對 謝謝 來 他先舉手 好 我知道 等一下 第2個 第3個 第4位 對 好 我知道 我看到 來 來 現在 這個運動會正在修 自治法暫停條例 如果通過的話 部落會成為公法 你說什麼在修 部落有一個自治法暫停條例 現在已經在協商 協商的條文就是 部落法 成為公法人 就是農田水利會 公法人 現在這個條文已經 這個黨官在前 你說在什麼法 就是 自治暫停條例 自治法 原住民族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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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條文裡面的部落 就已經規範了你 或是公法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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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受政府 對 他是 公法人 公法人 好 如果說這個條例 或在法律上的解釋 又不一樣 是 我的想法是說 在澎湖那個案子 是說我們台電不去供電 那 但是我們本來是有供電義務 所以說 他們成立合作社 我們去給他一些贊助 費用 這樣子 那在像是 台東的情況就不一樣 我們是可以去供電 我們是可以供電 對 而且我們也是提醒一點 就是說 你自己用自己的綠色電 就會有一些 比較不穩定的情況 好 那 台電就不再對這個社區供電了 除非你還是 還是要跟我買電 不然我就不對他供電了 那你們只有自己去 自己去 負責自己的電力問題 就像 像花蓮那個 在聖山裡面 我們就 我們就也是樂觀其成 不會說說 一定要他們還要繳什麼電費 因為我們沒有去供電 我們就沒有這個義務 等一下 我想請教一下 在德國的公民店長 他們成立的電網 跟其他電網應該也是並聯的 對不對 如果萬一他們的電不夠 我說他們一樣可以從別地方供電過來 應該是這樣 而不是說我成為一個社區的公民店長 我就跟你台電切斷關係 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來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那個我要解釋一下 這個是叫做我們在電業法 我想也許王老師推動 那個叫做輔助服務 就是說你電廠除了發電之外 其實你還要需要一些調品 或者是一些備用電力的那些設備 那台電剛剛這位先進的意思 應該是說說 如果你自己發電的話 你可能需要買 跟台電再去另外談 比如說備用電力 或者是輔助服務 就調理 但是我不知道說現行台電有沒有這種 因為好像電力法還沒通過之前 台電好像是 備用電力好像有 但是其他的輔助服務 那些部分好像沒有 所以這部分也可能要同時去 等一下 剛剛有你第二個 來 然後第三個 第四個 你剛剛有許首幫忙嗎 合作社 電力公司也可以參加合作社 對 因為德國的合作社 只有人們 但是只有電力公司 還是開發公司 也是一個成員 只有一個案子 所以有兩邊都有在裡面 就是在德國的方案 謝謝 謝謝 好來 沒有想問你中文 其實確認剛剛的問題而已 所以假設我今天是一個 假設社區管委會 然後我在社區裝了 電板 或是 然後我要給社區的 作物能用 就現在還是不行的 然後再舉一個狀況 就是說那 假設我今天 好像社區管委會 然後我公設了 我就裝個電點 然後我說我社區管委會 裝了這個電板 然後就專門弄了公設 那這種 或是這種情況 現在我們 管委會去設是可以的 好 就是說 因為在內內發展條例 給我們一個權力 就是說 五百千萬以下的部分 管委會是可以去設 設完以後 他自用也OK 但是只設限於這一棟房子 好 因為在內發展條例 有這個特別授權 所以他可以排除 其他的一般電力的話 還沒有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這是 你就是這個問題嗎 對 好 謝謝 等一下 穿黑色 你是第二個 後面那個 不是 他剛剛第三 第四 對不起 主婦聯盟 黃淑德 瓜妍好 我這邊想分享幾個 一個是我們自己 在二十年來經營合作社的 那個是消費型的合作社 當時 我們台灣的合作社法 裡面只有產業別 就除了消費合作社之外 保險合作社也被限縮 很多業務都不能做 應該講說 我們目前只有一個 傳播的保險合作社 我們的保險業 其實是只給大財團經營 不會給公民經營保險 那 我先不講這個部分 但是 我摸過 合作事業輔導科 他 內政部 他的講法是 我們的 只有產業別 只有 運輸 運銷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 漁業合作社 林業 等等的 他只有產業別 但是他沒有能源 也沒有教育型的合作社 所以我們覺得對於 合作社的經營 他不是以盈利為目的 但是我們的合作社法的 老舊的程度 他其實 面對新興的 這種所謂的產業的那個 他其實沒有那個能量 去做 除了保守解釋之外 願不願意開放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困境 那再來就是 我們大部分的部會 只認識公司 當作一個業務單位 對於合作社 現在缺乏 橫向跨部會 對於合作社 想要經營的業務 他 他願意去做協調 所以 如果 我們今天 有大家對於公民 投資 共同發電的 那個需求的話 今天林子倫老師 很可惜沒有來 那 營運的這個資料裡面 有各種的模式是 歐美或甚至日本跟韓國 現在都有公民共同投資的 合作社 但是我們台灣也缺乏對於 那樣子的想像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對大的困境是 合作社法的保守解釋 對於產業別 第二個是 我們缺乏全民對於 合作社可以做什麼的 一個共識 所以當你面臨要去做跨部會 你要去申請核准 然後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所有的承辦人員 第一看到說 你這是什麼 他看到公司 他認識了 看到發展協會 或者是那個地方型的組織 他認識 但他不認識合作社 這是第一個困境 第二個我想分享一下 我們上個月 正好去尼泊爾 就碰到地震 那我們碰到地震 有兩個 正好碰到兩個單位 都是正好有太陽能發電的 第一個是我們去避難 住的那個人家的家裡 有太陽能板 所以當天晚上我們還有水可以用 還有簡單的照明可以用 是因為太陽能板 讓他至少可以把水打到二樓 所以二樓的那個水可以下來 可以用 所以當天我們十幾個人避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享受到用到的水 是因為有太陽能板 至少可以把水打到二樓 勉強讓我們可以用 這是一個防災的概念 第二個是我們到一個有機農場 那個農場也是有太陽能板 那結果也是唯一在斷電的時候 是社區所有的農民還有村民 可以來手機充電的 唯一的就是因為那個農場 有自己的太陽能板 所以我覺得在防災的概念 或者是區域這個碰到自給自足的模式 就是我們自己在碰到災難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自己直接受惠的 受益的就看到這個例子 那我們也希望在部落 部落的發展裡面第一個能源自主 是你不需要再靠那些高壓電塔的書店 你自己在地可以在少部分的需要的時候 再來就是去年我們在柬埔 我們政府在看到有非常多的小型的 就這麼小的一個比A4 差不多A4大小的一個太陽能板 是非常多的屋頂上裝的 那那個是可以讓他們自己手機充電 還有簡單的照明 所以我們在談的都是永續的社群裡面 一個自己的非常少量的供電 那我希望大家在大電廠的概念裡面 應該要回到社區或者是小的住戶 或者是離島 或者是這樣子自己的少數的 他絕對不是讓你做非常耗能的那種電力的 那我想我先分享這兩個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去年幾個人 有共同發起一人一千瓦這一個公司的經驗 那一人一千瓦這一個也是用公民電廠的概念來做的 那發起人是十六個人 目前股東有六十二個人 那資本額已經到一千一百萬 但是今年去年到今年虧損還是一百多萬 因為開始裝的都是小屋頂 三千瓦到十千瓦為主 那目前已經裝了大概十五個屋頂 然後只有一張電費收入是今年一月到四月 那裝這個地方從桃園、宜蘭到新北市 那我相信的意思是說大家需要的一些典範 去翻轉我們的想像是說不可能啦 台北市或宜蘭這些日照時速都很低 但是如果比照首爾市的話 首爾或日本他們就提供每一個區域小的日照時速給想要做公民發電 或者是自己裝自家使用的 而不一定要並列發電的一種參考 就是我們希望台灣的政府應該把每一個區域 換句話 或者會在看說明 tint光的步驟 雲